你想永生吗?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永生的药吗? 昆特是一位优秀的生物科学家,拥有着美满的家庭,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。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多久,昆特的妻子患了多系统萎缩症,孩子们因为遗传基因也得了这种病,不久就会像妻子一样,这种病目前没有任何治疗办法。 这样的双重打击,使昆特崩溃出现了精神失常,开始出现了幻觉,妻子经常穿着红裙子与他对话,幻觉中妻子劝昆特停手,趁还没有失去孩子们多多爱他们,昆特把妻子转移到了实验室,夜以继日的研究,甚至还把芡和猪的肝脏转移到妻子身上。 但是这治标不治本,死亡只是时间问题。 就在昆特陷入了绝境时,昆特想到了灯塔水母,灯塔水母是一种能不断再生,永生不死的水母,若能破解灯塔水母的基因,那么人类很有可能就会实现永生,妻子和孩子也能救治。 但是这一项实验需要珍贵的人体干细胞,昆特求助了以前在研究所里的女助理,但是国家政府早就规定严禁利用人体干细胞做实验。 女助理告诉昆特,这是违法的,自己也无法帮助昆特。 而研究所的女老板一直在找昆特,因为女老板需要昆特救治自己的丈夫卢克,除了需要人体干细胞,还需要时间。 但是两个孩子没有多的时间了,昆特需要冻结时间。 昆特利用克隆狗放进冷冻舱进行冷冻实验,昆特不经常陪伴孩子们,孩子们和克隆狗处成了好朋友,孩子们不允许昆特带走狗,昆特还是把狗带走进行冷冻实验。 此时昆特的耳边出现了孩子们讨论的声音,昆特生气地喊道闭嘴,这影响我思考了,可是身边根本没有人,那只是幻听。 此时女老板找到了昆特,并且带来了格里芬的尸体。 格里芬之前和昆特做了交易,昆特给格里芬嵌合肝脏。 格里芬帮昆特偷女老板的干细胞,但被女老板发现了。 女老板要求昆特救治卢克,而昆特要求用人体干细胞交换,女老板同意了。 昆特帮她烧了格里芬的尸体,掩盖了格里芬的谋杀。 妻子的幻觉又出现了,幻觉中的妻子再次劝道昆特停止这些实验。 这天,昆特的女助理来到了实验室,女助理主动提出要帮助昆特。 昆特却要求女助理回到公司拿回自己的研究,才能放女助理进实验室。 昆特提取了妻子的卵子和自己的精子,做成瘦精卵,并在瘦精卵中加入了灯塔水母基因。 女老板带卢克来到了实验室,却没有带人体干细胞来。 昆特再次强调自己要人体干细胞。 此时,女助理带着多年的研究来到门口。 在她的提醒下,昆特才发现孩子们不见了,她开始开车到处寻找孩子。 女助理也开始在实验室里面寻找,终于在冷冻仓找到了孩子们。 昆特居然把孩子关到了冷冻仓,而昆特此时却告诉女助理自己找到了孩子们。 原来昆特开始分不清现实和幻觉,她一直和幻觉中的孩子们玩耍。 昆特赶女助理离开了,女老板把实验室的研究人员,五个女性制作成了胚胎养殖场, 从活人身上提取干细胞。 昆特知道后虽然于心不忍,但还是同意了女老板的做法。 九天后,第二十条克隆狗在进入隐身状态苏醒了。 这次幻觉中的妻子也没有阻止了昆特。 女老板又来了实验室,她发现了昆特的隐身仓。 女老板要求自己和丈夫也要住进去,但这是昆特为自己孩子定制的。 一旦贸然打开,孩子们就会死去。 昆特骗女老板自己要和孩子单独相处一会儿,趁机把门反锁。 制作一个简易的炸弹,丢向了女老板,炸死了她的保镖。 女老板抽出拐杖中的匕首刺向昆特,却被昆特刺中了颈动脉。 昆特腹部也被刺伤。 此时卢克捡起地上的枪,不过不是朝着昆特,而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女老板,随后又开枪自尽。 这一波操作给昆特吓得一愣,为什么女老板的丈夫会自尽打死自己妻子? 因为女老板自己出轨,还不允许丈夫出轨,并且性格强势的女老板一直强迫卢克。 昆特捂着腹部呼叫了女助理,最后昆特和女助理和解了,一起做这项实验。 昆特破解了灯塔水母的基因,并且注射到自己体内。 昆特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,如果实验结果成功,那么过几天手指就会自己长出来。 昆特还把水母基因注入了自己和妻子的受精卵中,这样这个孩子就会拥有永生。 眼看实验胜利在望,女助理给昆特喝了有安眠药的水,弄晕了昆特。 趁机把昆特妻子的呼吸器拔掉,伪装昆特杀害了自己的妻子,把昆特和妻子的受精卵植入了自己的体内。 之后又将那几名女研究员毁尸灭迹。 做完这一切后,女助理装作自己是受害者并且报警。 一会儿警察赶来时,发现昆特妻子已经死亡,又发现了实验室里提取干细胞而死亡的研究员。 而女助理又装作惊恐万分的样子。 警察把昆特抓了起来,他们不知道隐身仓是干什么的,以为孩子们已经被冻死了。 于是警察把孩子们从隐身仓里抬了出来,当成了尸体处理。 此时的昆特万念俱灰,接着他被判了死刑,而女助理以受害者的身份接受了大量的采访,并说自己会做出永生科技,到时候可以无病无难,甚至可以统治地球银河。 不过永生技术当初是昆特自己一手研究的,以女助理的技术恐怕永远研究不出。 于是怀孕九月,生出了那个永生的孩子后,女助理回到了昆特的实验室,无止境地折磨着孩子,企图研究出永生,而昆特对此别无他法。 他被绑在行刑椅上,看着再也无法归来的妻子跟孩子,内心满是遗憾跟懊悔。 然而在行刑的最后关头,画面中昆特的那根被切掉的手指已经长了出来。 好了,今天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感谢大家的观看,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关注我们。